我们提出了中国关于户部首先使用核武器倡议的工作文件 这实质上就是我们用军事和政治手段主动出击 全面反击美国的战略和威胁 拔掉美国的和平面具 给全世界展现美国核讹诈的真面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冰顿评 这次咱们主动提了个倡议 尝试按照我们自己的节奏和路径建立国际的核武性规则 从以前的被动防御到今天的主动反击 这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那我们注意一下 在我们提出这个倡议的背后 它其实暗藏着一个前提 我们之所以会在核武器领域中 去来主动的设置议题 这说明我们心里边已经有底 在未来拒止和反介入作战 以及其他的捍卫主权的常规战争中 有信心在常规战争中取得胜利 那所以关于这个倡议 我们就要尽早的主动的把它提出来 那关于这个倡议呢 咱们是有几个看点的 首先呢 美国是占据了政治和道德的制高点 美国以前老是用这个核财军啊什么的 来说这个问题嘛 但是这次反过来了 我们去占据这个政治和道德的制高点 美国一天到晚的喊什么核财军呢 那好啊 你要说财军不财军呢 那咱们会能不能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呢 这就从根本上不就解除了核武威胁吗 那比起控制核武的数量呢 更有实际意义 所以你美国那边接受不接受呢 我们当然知道美国它不会接受这个东西了 那好 那正好掉入了我们的节奏 暴露了美国在控制核武器方面的本质 就是它这个虚假的本质 无非它就是为了限制别人而保证美国自己处于绝对的核威胁状态 第二 精确打击了美国军事同盟的根本的基础 就是那个核保护散 你比如说不久前啊 美国刚刚宣布以核武保护日本 如果说啊 美国去承诺不首先使用 那这个承诺还管用吗 第三 不管美国同意和是不同意 在舆论场上它都是失分的 美国把自己在军事和政治层面上陷入了被动 同时呢 也会让跟随着美国的盟友 或者还是要在安全上依靠美国的国家 看到美国能力的下降 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么一个倡议啊 在某种程度上呢 就是要释放出一个消息 中国已经开始加强自己的核威慑能力 但是不会按照你美国的试图引导的 要引发这个核军备竞赛的路子上走 这也让其他国家呢 从意愿上开始希望中国能够啊 去主导一种新的和安全规则 至少啊 他可以看到中国是在往这个方向上走 说到底吧 只要有了实力才可能介入规则的制定 而美国目前依然是具有巨大的战略威慑优势 但是呢 这罗马帝国咱们不常说了吗 它不是一天就建成的 而美国的霸权呢 也不是一天就能崩塌的 这是一个长期的博弈过程